讲到这个实地 它这里讲到浅到深的修学历程 分为种种的行为 最主要的是欢喜地等实地 这里讲到最主要的欢喜地等实地 是从华元经 原来是叫做实地经 解释实地经的基本上叫做实柱匹佛沙论 那这里就变成所谓的实柱跟实地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知道这里叫做实地 那这个华元经原来也叫实柱 所谓叫实柱匹佛沙论 它就是实地经 这里的实柱 般若经里面讲实柱 初发心柱 置地柱 修行柱 生贵柱 那这里是实地 欢喜地 离构地 发光地 宴会地 但是实柱就是实地 就是所谓的实柱匹佛沙论 实柱实体是在讲实地 但是后来我们就讲这个实地之前 你要正出地欢喜地之前 前面要有发心柱 发心柱 那这里也有所谓的初发心柱到就是有实柱实寝实回向 这发心柱就包含实柱实寝实回向 那这个所以后来前面我们就变成52个阶位 就是那你要发心柱之前要有信心圆满实性 所以就变成实性实柱实寝实回向 实地实二时三时四时五时 那后面有时候后面有现在加一个就是等觉 那妙觉妙觉就是佛 就变成52个阶位 实性实柱实寝实回向 实地 然后再加上等觉 然后妙觉就是佛 所以你要成佛之前变先 不要建立这个51个阶位 加上成佛就第52个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交起来就变成 从初发心到成佛52个阶位 修行未斥 但这个是后来我们说归纳来讲的 那原来最初 其实从初发心到成佛最初讲四个 就是初发心久休闲 一生补处 就是初发心久休闲 跟阿比拔之一生补处 原来最初就讲这四个 那后来越讲越多 就越讲越细 比这边来越讲越远 就菩萨就这四个 四个阶位 初发心从一开始 就修行 这个是凡无畏 那初发心久修行 那么阿比拔之 阿比拔兹就不退菩萨了 一身补出 一身补出就下一身就成佛了 这个是圣位的最初 这个是圣位的最后 这个是圣 最简单的就是这种 四个菩萨结尾 出发心九修行 阿比拔兹一身补出 那详细一点的就变成实地 欢喜地 再更详细 再更详细就是变成这样 是信师 祝师 请示威向 实地等级的妙准就变成这样 那这里有所谓的实地 那么智论里面讲到 所谓的三圣共实地 那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呢 其实就是说原来 所以申文它基本上就有所谓的四双八倍 修行的果威 那依据者论来讲 所谓的虐凡 外凡 然后所谓的四双八倍 那这里 大师论里面讲到三圣共实地 就是这实地 原来实地只是大圣的 现在变成三圣共实地 这个叫做甘慧地 如果从大圣来讲 它是初发心 那生文就是二参里面来讲 它就是外凡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差别 得信地 八人地 见地 伯地 离欲地 以作地 辟知佛地 菩萨地 佛地 那生文只到这里 就正在阿罗汉 到这里就 解脱到这里就圆满了 那菩萨不是 菩萨就是 要越生文辟知佛地 那么 所以它这里讲 这个是以作就是生文 阿罗汉 阿罗汉必知佛 菩萨佛 基本上是这样 那这个菩萨地 就是 可以讲 就从前面 从初发心到这里 离于以作 那么 这里 它没有称阿罗汉 然后进入菩萨地 然后这个最后称佛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所谓的 它的一个结位 那修行的时间 一般来讲 如果以辟知佛来讲 不是以这个 木派里面来讲 一般来讲是说 所谓的三圣 这个是修行的位次 那修行的时间 一般来说是 所谓的三大阿真奇节 要先修三大阿真奇节 累积菩提之良 再修百节修相 就是三大阿真奇节 阿真奇其实就是很多的意思了 三大阿真奇节 要先修三大阿真奇节 都是在什么 累积福德之良 菩提之良 累积无上菩提的之良 就是我们说的积极广大福德之良 累积完了之后 还要百节修相好 一百节修相好 三十二相八十钟好 这个是陈佛所必备的 这个是有部里面讲到的 那一百种 就是一百就是百福 庄严一相 所以要修百节 那释迦佛据说比较精进 所以他不用修到百节 他修九十一节就圓满了 少了九节 那一般来讲 陈佛要修三大阿真奇节 然后再百节修相好 那释迦佛比较精进 以精进著称 所以九十一节就圓满佛道 这个是部派里面的说法 那当然你在大志位里面 龙树菩萨就批评这种说法 他说不是三大阿真节 是无量阿真奇节 那一般来讲 第一大节从初发先开始修 然后第二大节最后 第二大节的最后遇见蓝灯佛 这个从释迦佛这个来说 遇见蓝灯佛 蓝灯佛为他受祭 受祭之后是第三大节开始 第三大阿真奇节 修到遇见迦瑟佛 那这个就是再经过九十一节 就是所以一般来讲就是成佛必须 若一不怕来讲 就是必须三大阿真奇节 加上一百节 就三大阿真奇节又一百节 才可以成佛 就是这样 那当然如果从大圣的角度来看 就是不只是这样 他要无量阿真奇节 所以你看那个 《无量寿经》里面 讲阿密陀佛也是经过五量节修行 然后最近才成佛 最近刚刚成佛十节而已 比释迦佛早一点点 因为释迦佛也是刚成佛 才过两千五百多年而已 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大概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最主要的是欢喜地等十地 这个是《华严经》里面的十地理 菩萨在修行的过程中 不断地进修引发无边的功德 像地一样能长万物 所以叫做地 那么地它有几种观念 一个就是它能够成长万物 你什么东西都从地长出来的 药草 水果 什么地 都能够成长万物 成长一切善根 第二个 能够贺载万物 负载万物 你什么东西都要放在地上面 鸟 鱼 人 房子 什么都在地里面 它能够负贺万物 就好像我们菩萨能够附和一切众生一样 它又能够消融一切万物 你什么东西埋在地里面 就觉得它就被分解了 怎样了 所以这个地 基本上用这个地来说明 所以它说 它只是举一个如地能长万物 所以叫做地 实地圆满了 就成佛 这个是一般讲实地的 后来变成 就是我们讲 又讲详细一点 就是实地之后又多一个 就是等绝菩萨 实地菩萨之后又等绝 等绝之后才成佛 变成是这样的 所以变成实地还没有 就实地之后有一个等绝 但是如果只是讲实地 所以我们说到底要经历什么阶位 这个有时候讲的不太一样 就是它列的不太一样 那么修行的位置 到底如果在《阿安经》里面说的话 基本上就是四双八倍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已 后来菩萨 菩萨也类似像这样 有一个所谓修行阶位 一般就是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但是菩萨就不一样 我们说最主要就是 所谓的出发先到成佛 出发先 九修行 阿彼八字 跟一生普修 后来就列的又详细一点 就变成实地 那么实地之前 有所谓的发心柱 实行 实回相 实柱 就变成以这个为主 这个发先出柱之前 又有所谓的实性 后来就别人把它加起来 后面就加个等约 就变成是这样了 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 就变成五十二个阶位 他说出地是欢喜地 这个是一花燕金的 在尽修入出地 应修三十心 就是发先柱的三十心 要有这三十心 所以出地以前 数列十柱 实寝 实回相 就是有发先柱 就是三十心 就三十为了三十心 然后这个十个 这个三十个 四十个 再实地就五十个 实柱的出柱 名发先柱 发先柱是修习信等实心 已经圆满成就了 信心等修习未成就 就列为实性位 菩萨的修行位置 是这样的展开来 就展不开来 好 总之有浅入深 其实不管怎么样 简单就是渐渐渐渐渐渐渐 有浅入深了 身魂也是这样 菩萨也是这样 是可以分为多少阶段的 我们就大概分 就像我们人生 也可以分几个阶段 儿童企 青少年企 成年企 老年企 也可以这样分 你要细分 又可以分更细 像职业也可以分做市农工商 那你在市分又可以 市里面就读书了 又可以分 国小 国中 高中 大学 博士 那国小里面又可以分 国小一年级 国小二年级 那国小一年级里面可以分 上学级跟下学级 反正你要细分 要多细都可以 那你要大概分也可以 所以这种就是说修行的位置 好 所以他说总之有浅入深 是可以分多少阶段的 这个一进修的历程 就是进入于关系的触定 所以布施 现在再跟你讲六度四色 布施持戒忍入禁禁禁禁禁自分 就是进入于触定 那如果从这个法案经里面 这里面来讲 这个初地修布施 就是专重 专重在布施圆满 那二地专修慈戒圆满 因为六度有时候也很难其修 有时候你修了布施修不了慈戒 修了布施修不了智慧圆满 有时候不没办法 所以他有一些就是专门 比如说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就专门修布施慈戒忍入禁禁禁禁 智慧圆满 其是这样 也他里面有这么说 好 但是他不是只有修这个事 他全部都修 六度都修 但是比较尊重在哪一个 其是这样 那并不是说他只修布施 不是这样 不是 像说你去读大学 你读的是什么科的 工科的 那并不是你只做那个 那么你中文不读 英文不读 不是的 你读外语科的 比如说你读英语系的 那么你不是只有读英语 中文都不读 不是的 也有读的 只是说他中那个 你读这个戏剧的 你不是天天演戏 不是 他也读英文 也读中文 也读数学 也读 那么只是他重在那一颗 好 所以他说 我们建入于窗席等株地 就能圆满佛果的一切功德 达成了菩萨发心修学的究竟目的 菩萨发心修这一些东西 就是为什么要成就什么 要成就佛果 就是要成佛 这个就是他最终的目的 那成佛就圆满了吗 就不是吗 不是 成佛是为了度纵身 成佛是为了更有效 更有力 更无量无边的度纵身 更有能力的来度纵身 其实是这样的 这一送总列了修学的法门 精力的地位 就皆为了圆满的佛果 那么以下就这样依次来说明 好 他说生己诸受庸 刚才讲到修行的位置 那一般有不得讲三大神节也百节 那生 这个南传的 南传能说南传有菩萨道 南传的 他是讲四阿珍其节又十万大节 这个有部的是讲三大阿珍其节又百节 那南传的上座部的 他是讲这个四阿珍其节 四大阿珍其节又十万大节 那他有分三个 这个我们把它 这个就顺带讲 这个是有部的 然后如果是南传的 他是时间的 修行的节位是这样 那时间 那是他分三个 性情为了 南传的菩萨道里面 就是陈佛 陈佛必须要精力的时间 这个是有部的 要三大阿珍其节 我们这么说好 写详细一点好 这个是位置 这个是位置 是时间 陈佛的时间 要历史 应该是讲的 这是历阶 历史 要经历的时间 基本上有部的 说一切有部 他是三大阿珍其节 三大阿珍其 有百节 加百节 那北传的是大称的 是无量节 他记得是讲无量节 南传的 南传的分成三个 这个性抢会弱的 会抢 他基本上分三个 他讲这个 会者 他分三个 会者 会者就是会抢性弱的 性行人 法行人这种 会抢 性弱 信心比较弱的 这种 智慧比较强的 信心比较弱的 那么这种是四阿珍其节 四阿珍其 然后又十万大节 四阿珍其节 叫十万大节 另外一个叫做信心 信者是所谓的会是 会没那么强 会中的 但是信心比较强 这种的要八大阿珍其节 要八大阿珍其节 这个四大阿珍其节 八大阿珍其节 又十万大节 这十万大节都加的 就像这里要加百节一样 要加十万大节 另外有所谓的精进者 精进者并没有比较快 精进者是所谓的 他一精进但是他会 这跟释迦果精进比较快不一样 他是会跟信 这两个 信为能度 智为能度 这两个都 比较弱 他则是用功 但是这两个都弱 这个是要十六大阿珍其节 这是时间来讲 这个是一字论 要依无量节 无量节的修行 这个是所谓成佛的时间 一般都强调一身成佛 比如说你到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到底什么时候成佛 其实也不一定 要看你在这里具体的资料 如果你是上辈的 中辈的 下辈的 都不一定 时间是不一样的 那还是要经过很多 但阿弥陀佛法杖比丘 最清无量节 法杖比丘 他在四字叫王国时代 发心那么厉害 都清无量节 你说你都没有他的资质 你到极乐世界 你能够有多快 其实比较快是在这里比较快 但是那里比较安稳 这个是不一样的 好 那他这里讲到 生疾诸受用三次一切善 唯利诸众生 不喜而行诗 依次说明就是 因为前面是讲六度四色 所以 现在就依次 依次就是因六度四色来讲 布施持戒忍入清晰 这样慢慢来讲 好 所以第一个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布施 所以 生疾诸受用三次一切善 未利诸重生 无喜而行诗 好 这个季在讲什么 他说 先说六度中的布施度 那在五圣供法中 布施为三伏业的一项 三伏业我们说 这个布施持戒忍入 那这个是三伏业 或是定 修定 修定 定辅 修定也是 包括这个修持戒那一次 事无量心里面 那 在三圣供法的道品中 是没有布施的 就是你看四面俗师正行 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 七觉知八正道 都没有布施 三十七道品里面没有布施 那主要是因为解脱 那如果是在家的就有了 在家的有所谓的七圣财 那是佛讲的 七圣财里面就有布施 信戒 禅惠 魂 省惠 他有布施 那像其他像四面俗 四正前 四如一族 五根五立 都没有布施 七觉知八正道 都没有 所以他说 三圣财法的道品里面 是没有布施 五圣财法是有的 因为对于燕离世间急求 为什么没有布施 讲原因 是对于燕离世间急求自正的身文 布施是没有重要意义的 他重点 重点是要解脱 出离三界 那所以布施的意义不大 那如果五圣财法 为什么会有 因为五圣财法 他要来这个世间过好日子 要升到天上 那师界升天 你必须要布施 持戒才能升天 你必须要布施 你再来的时候 你才会有富贵 你才有富 才有富 要持戒才有贵 所以你如果 五圣财法里面有布施 大圣里面有布施 三圣里面有布施 那因为他是要出上去 那五圣没有 五圣就在这个世间 那大圣是四出四圈 是来这个世间利益众生 他必须也要有 所以这个就不太一样 好 所以他说 对于吉求自正 他重点在智慧 那戒不妨碍智慧 定能够帮助智慧 你如果没有戒你就妨碍智慧 那有障碍 那定是把智慧再推上 往上推 增加智慧的力量 定能够发挥 发如若会 有增上力 所以戒定慧 是这样的 那都是为了得解脱 那如果五圣够法 他要来这个人间 要做国王 做大国王 或要得富贵力 或是要过得好 或是要升天 他都必须要布施 都必须要布施 那菩萨的布施又不一样 但是生文就不用 所以他说 布施没有重要意 就在这里 但在这大圣普提道中 布施又恢复为修道的项目 那五圣够法里面也有 五圣够法里面也要布施 那而且居于第一位 那蛇己利他 是布施的真正意义 这与利他为先的菩萨行相合 可知布施在大圣道中的重要性 那他这里讲到 所谓的蛇己利他 我们刚才说要讲到这个蛇 先把这个看完 他说大乘的布施 是一般布施的深化跟广化 深化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比较有深度 就是他有智慧的 什么都有智慧 他就其实就是无相布施 就是我们叫做三轮体空 就是不止取的布施 没有我相 能相 众生相 受者相 不住色身相畏触法 而行布施 就是为了臣佛而布施 这个叫做神化 那广化就是他布施的对象 是一切众生 若暖生 若胎生 若私生 若化生 那么若有色 若无色 若无想 若无想 就是一切众生 他都是要布施的 都要利益的 就是从量上来讲 是这个非常多的一切众生 没有一个众生 是在他要利益的对象之外的 没有 而且尽可能的利益一切众生 那深化是你在行布施的时候 你的心是清静心的 是非常有智慧的 不止取的 其实是这样 所以说一般布施 那如果你说五称共法 因为只有五称共法跟大乘里面有布施 三称里面没有 那五称里面也有布施 他是为了得福报的 他是为了带来的时候 能够过比较好的日子 赚钱比较容易 或是做国王 或是可以升天的 这个不一样 那大乘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叫做深化跟广化 那如上面说到的一定要什么 与菩提心相应 大悲为上手 无守得为方便 一般是说菩提心要跟一切自治相应 一切自治相应作义 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 那这里直接讲说菩提心相应 应该是说菩提心 是一切自治的心 就是以佛的心相应 以无上菩提的心相应 应该是这么说 菩提心相应 一切自治 一切自治就是佛了 智慧一切自治相应作义 大悲为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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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守得为方便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它是这样 它说 这个是大波罗经的 菩萨摩扎 大悲政不上政的福利 因缘一切自治 因缘一切自治 以大悲为上手 因缘一切自治 以大悲为上手 这是大波罗经的说法 都一样 都是大波罗经 这应该是给大波罗经 579千 以大悲为上手 以大悲为上手 修行布施菩萨摩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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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一切菩萨摩托 都要与此三心相应 大悲为上手 无守得为方便 好 那么 布施度如此 其他一切菩萨行 包括 词界 领入精心禅定智慧 乃至于 那么 塑色在里面的 所有一切菩萨行 都要与此三心相应 那 其就是菩提心 大悲心 跟无所得心 就是这三心 菩提心 大悲心 无所得心 那么以下不再重说 那这里说 布施的意义是 舍己为他 他说 不但是破除千滩 而且是消除我 我所值 达成无我 无我所的大舍 好 我们现在等到这个舍 再来探讨这个舍 这个舍 一般来讲 布施有时候叫做舍 这个布施 它有时候就叫做舍 那有时候我们把 把这个施跟舍 合在一起叫做施舍 好 但是施跟舍的意思 是不一样的 施是有点比较像是说 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给了这个 施与 施是施与 舍是舍去 是把原有的东西 把你原有的那个东西丢掉了 丢弃了 舍弃了 那么施是施与给予 给予 舍是舍弃 它基本上 它基本上有两个 有两个意思 舍是舍弃 那么 把这个东西给这个人 他同时完成 两个一个就是 你把这个东西利益了他 你舍弃掉你的千滩 这是这里讲的 就舍掉 破除千滩 舍己为他 而且是 第一个就是 你舍掉千滩 而且舍掉我我所执 达成 吾我我所 那一般我们来讲到这个舍 也就是这个舍 那么舍在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 名词里面 它是意义不太一样 比如说 那布施六度里面有一个舍 六度里面的舍 就是布施 他就是舍 那么 事无量心里面也有舍 慈悲喜舍 舍 事无量心的慈悲喜舍的舍 就不是布施的意思 慈悲喜舍的舍不是布施的意思 事无量心里面有一个舍 慈悲喜舍 这个舍 这个舍是平等心 住的意思 它并不是布施的意思 那 其实就是 你有一点像 冤亲平等这样 没有爱政 没有爱政 不直取一切的总统敬见 所以 这个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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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布施的意思 另外 有所谓的七圣财 有一个舍 七圣财是 信戒 信戒 禅 闻舍 信 戒 禅 这个舍 佛跟在家人说 要修这个的 闻舍慧 这个舍就是布施 这个舍就是无声共反怨的布施 他就是布施 他这个不是布施 这个不是布施 这个是去掉 对一切境界的分别 冤亲平等 这个舍是布施的意思 就是布施的意思 另外还有所谓的 这个七觉知里面有一个舍 七觉知里面也有一个舍 但是这个舍 这个舍主要是 是这个 心无执着保持平衡的意思 就是 你舍一切相 注意执心 而发 引发这个空灰 所以这个舍又不一样 具体知的舍 也不是布施的意思 它是你的心保持着平衡 没有执着 那 世禅里面 有四支功德 也有一个舍 这个是 这个舍 这个舍也不是布施的意思 世禅里面也有一个舍 世禅的功德也有一个舍 它叫做舍念清静 舍念清静地 舍清静念清静 还有一心专注一去 它有四种功德 世禅有四种功德 这个 一个就是舍 那这个舍基本上 舍念 它是舍念清静 舍清静念清静 这个舍清静 这个舍清静也是 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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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产的热 不生幽悔的意思 另外还有一个五受 就是三受 三受 或是五受 苦 热 喜 幽 舍 比如说我们讲三受 三受 三受里面有一个舍 苦受 热受 舍受 这个舍受 就是不苦不乐的意思 这个舍是不苦不乐的意思 三受里面 就是苦受 热受 舍受 这个舍是不苦不乐的意思 它是舍受 三受里面有一个舍受 它又不一样 所以 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经典里面 讲到这个舍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稍微要给它做分别一下 有时候是讲布施 有时候不是讲布施的 那七觉之 厌则法精进 那么乃至于这个舍 那么这个舍 舍是放在最后的 那它跟布施的舍也不一样 跟事无量先的这个舍也不一样 好 那是顺便 我们讲到这个布施是舍 那舍它 我们说有两个意义 一个就是给 一个就是舍弃 舍弃掉你的 就是我质 我爱 我贪 舍弃掉千贪 破止千贪 这个消除 所以这个叫做大舍 一般人不容易布施 问题在 直取为自己的 不知道 摄取为己有的过失 也就不知道 私与众生的利益 那 例如财务 世间为了积极与占有 就是积极财务 占有财务 造成人间的无边苦难 就是我的不用力给你 你的我还要想办法 拿来变成我的 就变成这样 像以前 国家跟国家之间也是这样 因为战争基本上就是这样 抢水 抢资源 那么抢人 抢什么 我没有 我就去拿你的 那我有了 我守护的 不要让你被拿了 也都是这样 所以才有人间的无边苦难 因为造业 造业就受苦 有意愿 国际间的无穷纠纷 然而到底是无产过去 不管你拿了 拿了多少 最后也是 你看那些皇帝 那每一任的皇帝 都被人家贡献的 或是他去跟人家抢来的 累积累积累积 去到一个地方 都被被抢了 都是这样 都 最后 也都没有了 他说拿人类来讲 财务 虽经自己的功力 而成为自己所摄取的 但始与一切人有关 那如没有社会的关系 怎么样也不会得到现有的财富 及物质的丰富生活 意思就是说 你要获得什么 基本上要大家协力合同 那你才能丰富 一个人再怎么厉害 也没有办法获得一切 比如说你再怎么厉害 那你不能又盖房子 又去种田 又支布 那你要生活过得好 你必须要大家共同 那么种田的 好好种田 然后把这个种的菜给大家 就是 然后换 烧桃的 盖房子的 然后做药的 反正就是这样 那才可以 你不可能你又支布 衣服自己做 房子自己盖 菜自己做 然后饭自己煮 你什么东西都自己来 你就什么东西都做不了 不可能 所以必须大家共同 就共生 所以他说 这个没有社会关系 不会得到现有的财富 及物质的丰富 没办法 那你就要说你种菜 你就种不了米 你这块地不能说 我种米又种菜 种水稻 又种番茄 又种水果 你什么 没有 你说你种了这个 就种不了那个 所以你不可能 你要吃得很丰富 不可能你多你种 那是不可能的 但他种东西就好 你也不可能 全部都自取自主 那是不可能的 他说 就算你去独居深山 这根山地也都是属于你的 也许对你没有什么用处 你还是贫乏不堪 那么不但是外顾 就是身体 赖父母 也要仰赖父母的养育 师长的训导 朋友的辅助 还有公共的医药卫生 国家的法律自信 才能好好的生存 你要生活在这个世界 也还必须借由很多人的帮忙 你才有办法好好活着 所以如果专只知道自己 为自己好 把身体看成是唯一的自己 那不但徒征苦恼 也多征罪恶 所以就是你没有好好想清楚 一个人要好好活着 绝对不是自己厉害就好 绝对不是 要很多人都好 就好像说 现在病毒那么严重 如果所有的人都有病毒 只有你一个没有病毒 那你哪里去不了 必须很多人都没有 只有少数人有 那大家来帮助这些少数人复原 如果你不帮助他复原 然后他带着病毒到处跑 那你也很危险 所以你要安全 就是你周遭的人都安全 你要世界安全 就是世界都安全 只有你安全 那你是最不安全的 那大家都富有 那你就跟着富有 你绝对不会穷到哪里去 如果你周遭的人全部都很穷 只有你富有 那你很危险 其实就是这样 所以就是丰富的学识 科学的发明 道德的宗教与进修 也都是受到人类的恩等 就是大家要彼此 那么共同增上 所以如只为自己的 为罪恶与苦痛的根源 那么你认为只有你自己 或是只有你自己 你自己拥有才是拥有 那其实这个是罪恶 跟痛苦的根源 那施予他人 则可为功德与安乐的因缘 能这样的理解 学习 施心就会增长广大起来 好 那这个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次再来详细讲 其实这个布施的原理道理 看起来没有什么 其实还蛮深奥的 那比如说像德雷撒 那他说 布施不是把你多余的给别人 而是把你拥有的 跟别人分享 你不要的 你多余的 你们这我也用不大法 就送给你 那个不是布施 而是别人需要你有 那么你愿意分给他 割你的一块东西 你也需要 你也要有 但是你愿意分享给别人 其实这样子 好 那这个我们时间到 就大家要等到 下次要等到三月之后了 要过年了 好 那么我们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合相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顾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